我今天开门红 不仅跟陆森阳打了招呼 还让他感受到了我的诚意 还跟我提诚意 他们一家人有诚意吗 果然跟他爸一样虚伪 我是笑得虚伪了点 但他应该看不出来 他看我这么努力地 想成为他的员工 一定会很感动 他装模作样地 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 是他小看我了 还是高看他自己了 那你很快就能成功了 他花了三年的时间 把品商做到现在的规模 直接跟一划叫板 这个人应该很有头脑 可能没有看起来的好对付 要对付他就直接告诉他 不让他进品商的原因 是因为他是易家人 让他死心 像他这么死皮赖脸的 你越是赶他 越容易激起他纠缠的斗志 反而不如让他以为自己看到目标 却要一次次地承受打击 更有意思 谁让他是易敏德的女儿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来都来了 谁也必须让我空手而归 既然决定长期奋战 不如把这里当封作品来做 一来住着舒坦 二来 让陆森阳好好开开眼 看看什么叫有温度的家 我得想办法让他看到我的书记作品 便宜 我得意 我得意 你我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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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意 你我得意 你要是你不会的 帮我捡一下 谢谢 龙龙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看这 看这里 老铁 情绪这么低多 老铁 我太过理想化了 我以为我在国外 有那么多的案例 只要陆岑阳看见 他一定会动心的 结果他 他连他眼看他 都懒得看一眼 短暂受挫可以 但心气咱们得越挫越勇 对陆岑阳请君入问行不通 那咱们就来个抛砖引玉 怎么个抛砖引玉法 首先我们一定要承接一个 能够一战成名的设计项目 一定得是陆岑阳不能忽视的一种 现在哪有这种项目 我自有妙计 去我家你知道 走 到时候 那我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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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города